海航重整方案出炉 习近平收缴政敌的集体金库 修补美法关系 拜登和马克龙再度通话 美国参议员警告中共 台湾不会是下一个香港 神韵力临爱荷华 观众与真善人心生共鸣 又见玻璃心 中共马拉松赛禁止香港加油 想当武松 大陆男子动物园同多只老虎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直升TV 今天是美东时间10月24号星期天 来看一组最新消息 10月23号 海南省高级法院公告 海航集团旗下300多家企业的 破产重整方案全部获准 这个案件被称为 中国史上最大的破产重整案 专家分析 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过重整海航 尽数收缴了他的政敌江曾集团的集体金库 海航党委书记顾刚9月18号已经表示 海航重整后将拆分为航空板块、机场板块、金融板块、商业及其他板块等四个板块 由新的实际控股人独立运营 所有老股东团队和磁航基金会 在海航集团和成员企业的权益将被全部清零 不再拥有相关股权 10月23号 海航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说 集团的破产重整计划获得表决通过 从2017年下半年起 海航资金已经开始出现问题 到2019年6月 海航资产负债率达到72.07% 2018年7月 海航联合创始人王健在法国意外身亡 2020年2月29号 中共派联合工作组进驻海航 今年1月29号 海航正式宣布破产 9月24号 海航董事长陈峰 首席执行官谭向东 因涉嫌违法犯罪被捕 多位评论人士说 海航的系列重磅消息的背后 涉及中共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 北京大学前经济学教授夏业良说 有消息人士告诉他 海航就是中共高层领导人的集体金库 而习近平的政敌江泽民家族 也拥有海航的秘密股权 谭业良说 这个消息的可靠性很高 因为消息来源也是国内贪官集团中的一员 经常来美国 他透露了很多消息 除了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之外 前海南省委书记魏刘成 和前海南省省长刘建峰 都持有海航的股份 他分析说 海航跟江派的关系密切 刘建峰曾经是江泽民的旧部 而魏刘成出身石油系统 被视为曾庆红的亲信 曾庆红曾经在2006年4月专门视察海航 会见了董事长陈峰 并和他合影留念 陈峰当时还向曾庆红赠送了 当时最新一代波音787的飞机模型 另外 陈峰还和明天系的实际控制人 肖建华关系密切 而肖建华跟曾庆红的儿子曾伟 中共前央行行长戴相龙的女婿车锋 贾庆龄的女婿李博潭等 多名江派人物关系密切 夏业良说 外界并不清楚海航具体是在哪年 什么情况下从国企变成了一个私营企业 不过 现在海航破产重整方案出炉 意味着江派的这个集体金库 已经被习近平收入囊中 美国总统拜登10月22号 再次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 进一步修补了英美英澳潜艇风波 给美法关系带来的冲击 另外 两国还同意将在印太、非洲和欧洲加强安全合作 白宫和法国总统府在22号同时发表声明 介绍了两国领导人的通话情况 白宫的声明说 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在确保美国和北约相互协调的同时 强化和扩大欧洲防务的努力 因为拜登和马克龙还计划在即将举行的 20国集团峰会期间再次会晤 所以白宫在声明中提到 拜登期待会晤马克龙 以便继续对话 推动美法之间很多领域的合作 并在共同应对挑战和机遇时 强化我们共享的利益和共同的价值 9月15号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宣布成立三边防卫同盟 此后 澳大利亚取消了向法国购买13艘常规动力潜艇的合同 转而向美英购买8艘核动力潜艇 这起事件引发马克龙的不满 随即召回了法国驻美、驻澳洲大使 美法关系一度紧张 不过 在拜登和马克龙9月22号紧急通话后 美法关系有所缓和 拜登承诺尊重法国主导的增强欧洲防务和自主努力 法国同意让他的驻美大使重返华府 为了更好地修补美法关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月早些时候访问巴黎 并和马克龙举行了会谈 布林肯说 这次会谈非常富有成效 没法可能将展开新的合作 共同遏止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冒险 布林肯还说 欧洲 尤其是法国 是美国在印太地区一个强大和持续接触的伙伴 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22日也利用出席七大工业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的机会 会晤了法国贸易部长 并强调要加强与法国双边关系的承诺 此外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下个月也将在巴黎和马克龙举行会晤 近期 中共加大了对台湾的威胁施压 国际社会担忧 中共可能会对台湾动物 美国联邦参议员苏利文警告中共 美国现有法规明确指出 美国将维护台湾不受侵犯 因此台湾不会是下一个香港 苏利文是近日在出席华府2021年度自由奖章颁奖典礼时说的这番话 他在致辞时称赞台湾 努力在地球上一些最黑暗的地方点燃了一盏明灯 苏利文说 台湾此时此刻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 中共政权拥有权势野心和要并吞台湾的企图 不过他说 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关系法明确提到 任何要以非和平的手段来决定台湾未来的行为 都是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威胁 美国都会严重关切 他分析说 中共之所以认为台湾是一种威胁 是因为台湾是一个拥有法治和自由选举 经济繁荣的华人民主社会 从实践上推翻了中共历来坚称的 中共一党专政是中国14亿人的唯一出路这一论点 苏利文也警告 假如中共的野心得以实现 将会把强权和独裁模式输出到其他国家 为自己的强权统治塑造一个不受挑战的环境 因此台湾绝不是大国竞争当中的一个边缘剧目 而是自由和强权之争的前线 就像西柏林在冷战高峰期间所处的位置 因此他呼吁民主国家不能在立场摇摆 应该团结一致 让强权制度在21世纪彻底失败 他说 当前世界自由和强权之间的竞争 直接关系到整个世界的格局 所有民主国家都不能等闲对待 而台湾在当今和未来的世界格局当中 都处在中心地带 10月24号 美国进行了另一项挺台行动 美国国务院当晚发声明宣布 美国和台湾官员10月22号举行了视频论坛 讨论了如何扩大台湾参与联合国 和其他国际组织的议题 台湾外交部对美国的支持表示了感谢 10月23号 享誉世界的神韵艺术团利林爱荷华州 当晚在西达拉皮兹的帕拉蒙剧院首演 有观众说 他们跟真善忍的宇宙真理新生共鸣 演出中真善忍的主题震撼人心 23号晚上 剧场内外挤满了期盼神韵的观众 神韵带来的纯善纯美的舞蹈 古老深邃的文化 赢得观众频频的热烈鼓掌 结束时 观众们更是起立欢呼 牧师阿斯潘奇先生带着妻儿来观看神韵 他说 他感到自己的内心和真善忍真理连在一起 感到心生共鸣 他还说 神韵所呈现的文化绝对的美 中国古人从灵性的角度洞察事物的方式 非常与众不同 世界知名的石材建筑设计公司创始人贝里拉夫先生 在现场购买了一件印有真善忍字样的T恤衫 马上套在衬衣外面 还让其他人念这三个字 他说 我憎恶共产主义 能看到这个演出和这美不胜收的一切 真是太棒了 神韵舞蹈家鼓舞人心 带给人启发 我非常喜欢他们 美国教授哈里斯谈道 神韵把中国传统文化中 天人合一的深邃内涵再现舞台 让他觉得非常迷人 也引发了他对中国历史奥秘的思考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凯利说 他曾经以为中国传统中 没有太多信神的内容 神韵打开了他的眼界 让他明白 原来中国是一个有深厚信仰传统的国家 谈到演出中表现中共活摘器官这一幕 他斩钉截铁的说 中共是一个犯罪集团 应该立即被铲除 退休的县健康部门主管 比尔德斯利夫妇表示 神韵演出让他们目不挟接 太太吉尔还说 我们相信有创世主 有神存在 我们需要勇怀希望 需要一个更高的力量 把我们引向我们的精神存在 真正的自我 并扔掉那些商业化 世俗化的东西 我们需要回归到我们的根 我们的真我 建筑总监多以利说 他从神韵节目中了解到了 中国5000年文化 传统价值观 以及人的来源和归处 他十分欣赏神韵复兴传统文化的努力 认为美国也需要传统文化 并希望神韵能够传遍全世界 马来西亚音乐人黄明志的歌曲《玻璃心》 近日全球火爆 短短几天就突破千万点击量 10月24号 中共在香港的马拉松赛事上 再次表现它的敏感玻璃心 当天 参赛者被要求不允许在服饰 甚至纹身上展示香港加油等字样 自从中共在香港强推港版国安法以来 香港的政治被染红 连香港加油也成为体育活动的禁忌语 有参赛者因服饰上写有香港加油 被要求更换衣服 否则不准参赛 不少参赛者被警方抄录身份证号码 搜查和摄像 参赛者们被警告 不配合的话后果自负 参加10公里赛事的苏先生 因为衣服上印有香港二字 在报道时被警员带走 并交给工作人员处理 之后被要求更换衣服才可以比赛 参赛者许先生因身穿印有香港加油字样的黑背心 在进场时被警员全程搜身 检查、摄录 耗时约10分钟 但他不认为这几个字有什么政治信息 一位女选手说 因为她的短裤上写有香港加油这几个字 她在安检室被警察带到小屋 并被告知不允许穿政治服装 更有甚者 一名参赛者因为腿上有香港加油的纹身 被带到帐篷 最后只好用胶带遮住纹身 才被允许参赛 自由时报报道说 香港马拉松被染红 惹怒了香港网友 他们直接到比赛官网洗板开呛 他们批评港府 不该连一个跑步比赛都不放过 他们纷纷留言说 香港加油 中国大陆近日出现一名敢于挑战老虎的武松 10月23号 53岁的大陆男子江某 在北京野生动物园自驾游时 突然下车冲向老虎群 他趴在几只老虎面前跟他们对峙 嘴里还不断地发出哀嚎声 仿佛在模仿虎啸 目击者说 当时江某的面前有七只老虎 他们左右徘徊 看着江某 但并没有做出任何攻击他的动作 似乎被他的鲁莽举动唬住了 工作人员闻讯后迅速通过对虎群投食 放鞭炮等方式把老虎驱离 把江某带到医院检查 并向警察局报案 另一名游客当时也想跟随江某 上前走到老虎身边 不过被现场的四五名工作人员阻止了 北京大刑警局接到报案后赶到现场 认为江某自行下车擅闯白虎展示区 严重扰乱了公共场所的秩序 取证后 警方把江某带回警局刑事拘留 有游客拍摄影片说 事发后他们被工作人员驱离现场 不知道后续的情况 也不知道是否有人受伤 近年来发生了多起中国游客 在野生动物园擅自下车 酿出惨剧的新闻 其中最具轰动效应的是2016年 一家四口在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 被老虎咬伤的事件 当年7月23号 一家四口驾车进入猛兽区时 车里的女子私自下车后 受到老虎攻击 丈夫曾经下车营救无果 后来返回车里 女子的母亲最后冲下车想救女儿 但被老虎袭击致死 另一名乘客是小孩 一直待在车上没有受伤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风云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订阅转发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